宜蘭今天虽然没有新增确诊个案 不过有一位30多岁男性确诊者 26日和27日曾汉家人到过宜蘭 卫生局呼吁这一段时间曾去过相关地点的民众 请注意自身的健康 今天宜蘭没有确诊的个案 联系7天都是家龄 谢谢大家 但是有外县市的确诊个案 在宜蘭县有足距 6月26号的下午2点半到6月27号的上午10点56分 在造瓶酒店郊西仁爱路48项18弄1号 请在这个时间曾经有去过这个地方的人 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有任何的问题 请到社区筛检站来筛检 本土疫情爆发至今 各界捐赠各项防疫物资 降低医护感染风险 和县政府共同守护医护人员的健康 县长林志妙也特别表达谢意 在疫情爆发到现在 许多善心人士慷慨解囊 我们要足以的感谢 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首先呢 是一安县民宿学会 总共有122家民宿参业 捐赠了隔离衣2000件 和防护面罩7200个 感谢台硕生医 捐赠了5000组快筛四季 跟5000平的这个防护喷雾 也感谢松满淑专议员 争取云报能源捐赠的隔离衣1000件 及防护面罩1000个 宜蘭县道教会 结合了21个宫庙 共同捐赠了高流量氧气 鼻导管全配系统四台 感谢道教 这个委会的林明华护理事长 个人捐赠黄护医70件 信威医药集团捐赠了 营养品5000平 感谢佛教慈祭基金会 捐赠了血氧机80台 感谢国民党依然的县党部 捐赠了抗云快筛四季780组 防护面罩1000个 以及防护眼镜300个 感谢庆保社会福利基金会 捐赠了营养品800平 感谢风生生计 捐赠健康食品3000多份 宜蘭县国际节营会 积极征企和联朔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空气清净机 绿米云菌衣养散 楼东福人社 捐赠高流量 这个氧气的鼻导管系统 耗材280组 杨景实业有限公司 捐赠了防护面罩500个 到目前为止 本县共裁减27314人 确诊有96人 阳性率是0.35% 居家隔离人数则是有19人 依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捐赏福星采访报导 被沾福星采访报导 部门 7 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